國中會考即將是要開始了 21號到22號舉行 但是目前放眼來看 全國的學生確診數 已經有11萬例了 所以讓考生跟家長 會特別的緊張 那麼撇除掉會考來看的話 每天其實基本上都要上課 那因為北部的疫情 是比較高溫的情況之下 所以現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做法 呈現的是不一樣的 在台北市的部分 它是從下個禮拜開始 國高中都開始要遠距上課了 但是新北市這一回是不跟了 只有7個熱區的學校 會採用的是遠距教學 包含了像是三重 蘆洲 新莊永和 中和 板橋跟土城 中央也說了 反正你就地方自己去管 因地制宜 自己看怎麼樣 怎麼好 再來看到的是有傳出說 國立宜蘭高中已經是停課了 對此國教署是駁回 有這樣的說法 師生則是酸 國教署是老大的心態 這個地方的政策 也只供參考 而已 另外還有在國立竹東的高中 經過溝通之後 從下週開始也要實施的是 遠距的教學 縣立國立不同的是管轄單位 那麼縣立學校是一縣兩制 家長是無所適從 因為根本就沒有統一 現在中央就放給地方去管 所以家長真的是 也是無沙沙 所以才會有這個 教育產業公會的理事長呼籲大家 你應該是要全國統一吧 你知道全國統一是一起停課呢 還是怎麼樣個上課方式 你的因地制宜 讓家長直接是頭很亂 疫情已經夠煩了 學生上課 孩子上課又再更煩 所以現在該怎麼辦呢 好 因地制宜的方式 我們再來看看是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它是考量到學生 會有交叉感染的疑慮 所以宣布了23號到29號 高中 國中 國小跟公立幼兒園 要暫提實體課程一週 改用的是遠距教學 那麼嘉義市長黃敏慧 也剛剛在疫情的記者會上面宣布 因為嘉義市是人口 全國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城市 為了孩子們健康著想 也宣布要停止實施實體教學 改用的是遠距上課 私立幼兒園的家長 可以視自己的需求自主決定 從五月初四十幾例到現在六百七十九例 就是五月六百七十九例 所以你看是一直往上在飆升 所以我想後面還是會有一個高峰 那我們希望這個高峰 能夠讓學生在家裡面 盡量減少交叉感染 所以我們就從23號到29號 那我們就停課不停學 改成線上教學 嘉義市的國中小 還有公立幼兒園 包含富幼 以及國立私立的高中職 我們將要統一在下個禮拜一 5月23號到5月29號 暫停實體課程 改採遠距的教學一個禮拜 非營利幼兒園 和准公共私立幼兒園 也可以自主來決定 暫停實體的課程 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考量家長的需求 可以提供學童到校的協助 那至於在補習班或者課照中心 我們建議改採線上學習 如果有實體教學的需求 那請務必一定要做好相關的防疫工作 防範即將要到來的疫情紅風 台中要開設的是PCR給藥得來素 水南中央公園 現場分為是親子 長青 還有身障等四條的通道 現場會擺設椅子 讓民眾不用在那邊曬太陽 等待採檢看診 靈藥是一條龍 醫護人員一般出動50個人 包含了上是同縱和醫院 一天的篩檢量 最多可以來到2700人 就怕小朋友心裡緊張 醫護人員一人篩檢 一人幫忙扶頭 另一邊還有櫃檯 專門讓患者拿藥 再也不用到醫院人擠人 台中市開辦大型PCR給藥得來素 篩檢看診靈藥一條龍 分別有兩站 海線民眾可以到同縱和醫院 市區則是在中央公園 這裡不會重演 罰站排隊亂象 貼心擺放塑膠椅 讓民眾拉開距離 坐著等分四條動線 量線給一般成人 排隊人籠約三百公尺 還有長青通道 跟親子得來素通道 避免家人帶孩童重複排隊 醫學中心協助 一般動員五十名醫護人員 從早到晚八小時篩檢量能可達一千五百人次 加上同綜合醫院最多一天能服務兩千七百人 民眾可以就近前往為醫院診所分散人潮 記者 小沖耳語言捷 A3G台中報導 水神抗菌液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率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好可以有折扣哦